我問這個信義玻璃868 這個是May Chow 它說公司拆細買買單位 由2000股變成1000股 它說對我現在現有的貨有什麼影響呢? 它就是28.8有貨的 麻煩你,它也在賺錢的 如果拆細,通常對於股份來說 理論上就會撤回成交 因為很簡單 剛才也說過,譬如有很多股份 入場費都很貴的 有很多散戶的參與,未必能參與到 所以基本上理論上 如果你的股份撤細的話 對成交是活躍了 所以你如果看回 對股份來說,應該是理論上正面的 那成交活躍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成交活躍很忠誠 視乎你本身股份的基本因素 或者行業走勢是不是利好呢? 如果利好的話,多些人玩 自然買多了,應該利率上的需求大了 但反過來來說 如果那個公司是比較差 有些壞息息 反過來來說,因為活躍了 可能股價就會增加了 所以其實拆細本身是一個中性消息 理論上是傾向一點正面 因為至少多人參與了 而看回這個股份 近期的股價走勢 似乎都是一種強勢股 其實可以說 如果這個壓勢的消息來說 應該配合這個公司的情況 其實應該都是一個比較正面的事 我建議可以繼續持有著 是的,阿May,你又可以 28.8元有貨的 公司的股價勢頭也不錯 可以繼續持有著 有看到更多沒問題 你應該是不抽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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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先不是一種 你應該是不抽牌的 那一家也不抽牌 那天不是一零 你們應該是不抽牌的 就把你抽牌的 你還是我提供你 我也是怕你